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中国股市暴跌近60% 彭博发出重大信号 据彭博社报道 对一些投资者而言 中国股市暴跌近60%是买入中国股票的信号 在彭博最新的Markets Live Pulse调查中 417名受访者中有近三分之一表示 他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与最新的调查形成鲜明对比 在2023年8月份的类似调查中 这一比例仅为19% 也高于2023年3月份计划增加敞口的25% 目前极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会减持中国股票 根据MSCI中国指数 中国股市在2021年初见顶 此后暴跌近60%陷入熊市 中国股市暴跌反映出房地产债务危机 消费者信心受到侵蚀以及中国经济放缓 现在相对于利润而言 中国的股票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股票之一 包括景顺和Sena Investment Management 在内的一些投资者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资产管理公司 Matthews Asia的投资组合经理维维克 坦尼鲁表示中国是一个失宠的市场 这让我们能够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入股票 坦尼鲁在他监管的两个新兴市场投资组合 中增持中国股票 高盛集团最近的研究显示 2023年印度和巴西等市场的相对表现优异 意味着对中国的配置接近十年来的低点 美国银行的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也是最被低配的亚洲市场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来增加 而不是削减配置 彭博社强调 押注中国并非没有相当大的风险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仍处于低迷状态 影响整体经济的信心 ML1Pulse调查显示 预计这将是2024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来源 对于中国而言 Net Davis Research首席经济学家 Alehandra Gradel指出 房间里的大象是房地产市场 中国头号家庭资产是房子 这是大多数人持有财富的地方 如果不增加就会拖累信心 新加坡Vantage Point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尼 Nikos Fares表示 中国股市的持续抛售已经导致股价脱离基本面 Fares表示 中国股市连续第三年出现负增长 表明市场厌恶 这个词反映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普遍厌恶 这可能是反向买入信号 Fares的基金在2023年10月份增加中国科技股的头寸 然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低廉的估值不足以成为购买中国股票的理由 MLI E-POS调查显示 触发MSCI中国指数反弹的因素 可能包括某种形式的中国式量化宽松 以及政府支持的基金买入更多股票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打权力巅峰习近平仍不满足 要习毛病例不朽 德国之声中文网刊登独立师平人邓玉文的文章 文章写道 在刚过去的2023年毛泽东的130周年名诞座谈会上 习近平对这位开国党魁做了极高的评价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毛氏要排第一位的伟人 纪念毛当然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习近平不好意思在讲话中点出拔高毛 是为突出自己 这个一旨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篇雄文点破 在题为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的文章中 文言院送扬习近平的文字将近占了全篇的三分之一 这是颇为罕见的 可见纪念毛只是一个由头 将习毛病例才是目的 事实上将习毛病例也不是从文言院这篇文章开始 之前官方机构和学者就已经有人这样讲了 但是此文还是显得与众不同 首先这不是某个学者的个人意见 他的署名是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鉴于该机构和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有别 某种意义上 等于把习的地位拔高到毛盖上了官方的思想刚硬 其次他对习的称颂简直到肉麻的程度 文章说习是众望所归的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 中共有了它 是党和国家之性 人民之性 中华民族之性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有习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 在于有习思想科学指引 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 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最大底气 最大保证 如此等等 毛泽东在中共无人出其右 习近平呢 毛这个人很复杂 在他去世后 人们对他的评价就两极化 但如果我们不谈价值观和立场 单论是公和对中共的贡献 他确实称得上是 中共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中共队伍中是没有人能够超得了毛 他既是创党元老 也是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客观来讲 毛领导的共产革命 让中国彻底摆脱了半知民地位 获得了民族解放 对这一点有争议的不多 有人说 如果毛在中共建国后退下来 没有后来的反右 大跃进 文革等这些毛 一手制造的灾难 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就近乎于完美 历史自然不能假设 但假如 只从事工来看 上面说到的三点 在中共领导人里 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习近平要和毛泽东比 那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事工吗 好像没有 又好像有一点点 从官方的叙事看 习毛并列 是因为毛让中国站起来 邓让中国富起来 习则让中国强起来 中共把自己的历史简化成三段论 中间的话 国风 胡 耀邦 赵 紫阳 义智道江 泽民和胡 锦涛 这五位党魁都是过渡性人物 不值一提 好像只有从毛经邓到习 而邓的地位又矮了毛习半截 这样习毛呼应 一前一后双风并致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毛习病例 不是毛邓病例 或者毛邓习病例 官方的理由是 除了让中国强起来 就像文言院的文章说的 习近平对中共进行了根本性改造 中共今天之所以有这种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根源就在于有习近平的领航掌舵 按照官方这个意思 如果没有习近平对中共和中国的再造 也许这个百年大党就被腐化掉了 中国就被西方的和平演变变天了 故习近平的再造之功 可以和毛泽东的缔造之功相提并论 真强的话 可让骂你的人闭嘴 只是官方将习毛病例的叙事和理由很勉强 经不起逻辑和事实的推敲 毛让中国站起来是一个事实 少有人有意义 邓让中国富起来 此处的富是相对毛时代的穷而言 总体来讲 也是事实 习让中国强起来 这话就大有讲究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让外界感觉牛皮哄哄 很多国家把中国看作一个强权 但如果没有站起来 特别是没有富起来 怎么可能有强起来 你看到哪个贫困的人会很强大 换言之 如果习时代的强是一个事实 它也是中国在富起来后 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由于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 今年才被印度超过和广阔的市场 富起来后就必然会强起来 习不过是一个摘桃子的人而已 这里面没有他太多的功劳 换做另一人 也会强起来 而且可能比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还要强 因为习的内外折腾 让本来有更快速度发展的中国经济慢下来 换个角度 这个问题看得更轻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另一个说法是 毛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 邓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 习要解决中国的挨骂问题 前两者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而挨骂问题连官方学者都承认 还没有解决 也就是说 习想让中国在世界受尊重 不挨骂 但至少到现在 他没有做到这点 虽然强起来并不一定意味着 别人不会骂你 不敢骂你 但是 你如果真的强起来 也可以有力量让骂你的人闭嘴 想想看 当今世界 有多少国家敢骂美国 这就说明 对于中国强起来的事实 会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不认同 他们会说 连挨骂都没解决 还好意思讲 中国已经强起来了 再看习对中共和中国的再造 在官方的叙事里 这是比强起来 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的确 习对中共和中国的改造 称得上再造 然而问题在于 这个再造 是好的改造 还是坏的改造 即便站在中共自己的角度 也会引起极大争议 习对中共的再造 固然堵死了中国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可能 但他的一言堂 高度集权 也窒息了党的活力 让党的无声器 这对中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个没有生机 丧失了创造力的党 也就不可能有未来 故而 习的本来目的是通过再造党 解决胡的击鼓传花 为中共续命 统治百年万年 他是不敢奢望的 但实际的结果是 让党慢性死亡 在改造中共这点上 邓小平倒是真正称得上 再造了中共 邓虽是毛时代的重要成员 然而 由于他推行改革开放 将中共和中国 从文革的那种 接近死亡的状态解救出来 毛创立了这个党和国家 可到他的晚年 又亲手摧毁了他创造的事业 是邓让党复活 邓时代 中国和世界接轨 融入全球化 整个中共和国家的精神面貌 和毛时代完全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 邓才是对党和国家 进行了再造 但邓还是比较谦虚的 有自知之明 不认为自己对中共和中国的改造 可以和毛媲美 自己在党内的历史地位 可以和毛比肩 尽管很多人认为 他其实比毛更伟大 所以 当局想借对毛明蛋的纪念 来制造习毛病例的假象 这在中共内部都不会被接受 一个领导人毫无自知之明 硬要把自己拔高 只能沦为笑柄 自欺欺人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2024习近平噩梦 世界处大乱前夜 香港知名作家 严纯勾在他的Facebook贴文 文章说 2024要吞下2023的所有苦国 美中矛盾在今年内会深化 美国朝野正在准备更辣的对华政策 重新界定美中敌对关系 计划取消中国最会国待遇 将香港视同中国 美台关系有机会更快提升 美国与西方国家 继续对中共实施经济围堵 与高科技封锁 一定会逐日加码 对中共的殷钱策略 不是短期目标 是长远战略 中共求饶也罢 死硬也罢 美欧日本都会共同进退 美中不擦枪走火 应该会一直持续 直到中共倒下 美中擦枪走火 美国也义无反顾 直接对抗 美中关系若有变数 会在下一届总统大选 如果川普当选 以他不按牌理出牌的习性 可能会有一些 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但不要忘记 美国总统受两会和社会舆论制约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在美中关系议题上高度一致 只要中共作恶不变 美国人的反感不变 美国两会的立场不变 川普想变 也变不出现有的轨迹 美国与北约 对乌克兰新的援助都在路上 俄乌战争胶着 正在引起西方列国 更多的不安与不耐烦 所以今年内 美欧的援助一定会加码加快 乌克兰一定要加强进攻 尽快收复失地 否则泽连斯基也不好交代 以哈战争年内一定结束 哈马斯会被歼灭 从此在加沙地带绝技 以色列会协助巴勒斯坦人 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中立的政府 至于战争会不会扩大 要看以色列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美国近日直接空袭伊朗支持的真主党 证明美国立场制坚定不移 在中国国内 经济社会的诸多矛盾 将会深化和激化 更多地产公司爆雷 财务进入绝境 更多银行受牵连不能自拔 地方债中央解决不了 只有任其恶化 从上到下的财困 将导致政府缺乏有效手段 解决施政困难 习近平将变成救火队长 以灭火为直至 百姓手中的钱越鉴枯竭 失业者越来越多 苦日子来临 更容易归咎于中共 反抗的人会越来越多 规模会越来越大 借题发挥 互相呼应 最近河南人因中学生 被害数万市民上街 暴打校长毁坏学校设施 与警察对峙 动乱规模已大大升级 政府手上的武警公安将不够用 因为政府机关的减薪和欠薪 高层对下级压力增加 政府雇员士气将一路低落 开始与中央离心 当中央指令去不到基层 而基层民众的经济政治要求 得不到满足 那时人民反抗的力量 冲击中共基层政府 就是中共政权动摇的开始 明年社会抗争会进入多发期 规模会见词扩大 发生流血事件的机会大增 一旦有六四级别的血案 又将激起更多百姓愤慨 引发更多连锁反应 使中共更无法有效控制局势 红二代与老人帮中 有心推倒习近平者 固然不乏其人 但他们不容易集结 也要冒很大风险 有机会抄家灭族 搞得不好 危及政权稳定 更未必得到西方国家支持 和国人认同 结果是反习者只有眼睁睁 看着政权烂下去 各自转移资产 准备流亡 今年内两件事不确定 一是台湾大选 二是美国大选 台湾大选就在眼前 民进党赖萧沛 虽然领先 但仅在误差范围内 生死难捕 若国民党侥幸执政 岛内将动荡不安 美台关系升变 中国大举入侵 台湾人有得烦 民进党执政 而立法院过半 当然是最美满的结果 立法院不过半施政 会有困难 但伤不到大局 是好是逮 全看台湾人手上一票 美国大选也是一大位之数 不过时间在年末 我对美国反而比较有信心 即使川普上台 最基本的出发点 也是要顾及美国的根本厉害 顾及中共政权 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即使胡搞 也有个谱 中非之间 有可能擦枪走火 习近平借惩罚菲律宾 白向美国出气 以为肺子条软的捏 不料菲律宾总统相当强硬 美非有共同防卫条约 菲律宾有恃无恐 双方互不相让 冲突于烟发生 朝鲜半岛 也在酝酿一场战争 金三胖新年贺词 已将南韩视为敌对国家 南韩总统尹锡悦 最近对军队下令 先报复再报告 都摆出开战架势 南北韩都有一战绝生死之感 菲律宾与南北韩背后 是美中两个庞然大物 救恨继身 薪酬难解 中共垮台快 美国不必劳势动肿 中共多撑几年 美中直接以战争局胜负 这种可能性不可排除 2024对中共是噩梦 对世界是大乱前夜 一言以避之约凶 死去颠簸 大家好自为之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网游新规 引发股市海啸 中宣部高官被免职 综合媒体报道 据五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颁布的电子游戏行业草案 对中国电子游戏股 造成巨大冲击的几天后 中共当局解除了一位 负责监督新闻出版署的 政府官员的职务 消息人士称 冯世新上周被免去了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的职务 中宣部负责监管国家新闻出版署 而国家新闻出版署 又负责监管中国庞大的 电子游戏行业 五位消息人士称 冯世新被免职 与中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上个月公布的草案有关 该草案导致包括行业巨头 腾讯在内的全球最大视频 游戏行业股票暴跌 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 因为当局尚未正式宣布 冯世新的离职 近年来 冯世新经常代表中国 在各种场合中 说明其对于游戏市场的管制 包括游戏审批和游戏玩家 实名认证的要求 新闻出版署声称 提出新规是为了遏制 鼓励玩电子游戏的消费和使用奖励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当局 再次严厉打击该行业的担忧 并使中国最大的两家游戏公司 腾讯和网易的市值缩水 近800亿美元 分析人士还说 这些计划让投资者重新认识到 潜在的监管变化风险 在中国一直试图促进私营部门投资 以刺激经济之际 这些计划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在草案公布五天后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采取了更为温和的语气 称将通过认真研究公众意见来改进规则 但已无法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外界认为此次中共官员被免职 正说明了这一点 2021年 北京当局严厉打击了电子游戏行业 对18岁以下青少年的游戏时间 做出了严格限制 并以游戏乘以问题为由 暂停审批新的电子游戏 约8个月 这次打压是包括科技和房地产在内的 多个行业监管收紧的一部分 导致2022年成为中国游戏行业 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总收入首次出现萎缩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财新与胡舒立中国孤独自由号角 中央社 中国感言媒体财新网的文章 在一周之内两度遭到删除 再再显示 北京线缩言论与压制思想已不言可遇 没有解放思想的中国 未来之路混沌不明 财新吹奏的号角是孤独一曲 财新刊发的两篇文章都引起了议论 因为眼下的中国与自由感言财新呼吁的建言不同 甚至是大相径庭 财新可视为知识界的代表 但不同于官方的思想也已难以立足 2023年12月 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45周年 这一个月官方没有为改革开放召开活动 甚至二十届三中全会也遥遥无期 取而代之的是隆重庆祝毛泽东130岁名诞的纪念活动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毛的讲话中 将毛泽东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连结 毛诞服务于他的现实政治 试图凝聚中国民心 完成他的强国复兴伟业 与此同时 数万名年轻毛粉聚集在毛泽东老家湖南韶山 高声呼喊要毛泽东思想 不要资本主义 要真正的公有制 这一官方的论调主旋律 与民间社会的氛围 已全然不同于45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思维 而解放思想 在现今的中国压抑的政治气氛当中 是不可能以外 更多了一份肃杀之气 财新在一周之内 两度被删文 即是最好佐证 2023年12月25日 财新刊发出的社论重温时事求是思想路线 社论直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拨乱反正 并奠定此后中国经济腾飞基础 一条根本经验 就是遵循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这一经验 对迄今发展而言 是不爽的法宝 对今日之改革 则是前行的指南 这篇社论并说 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收拾乱局 直面挑战 才能解放思想 才能勇敢调整对外政策 与世界接轨 才能平反大量冤假错案 也才能解决改革遇到的问题 及时纠正某些不当政策 文章当中的省思与批评 引发对现实政治的联想 一日被发现 遭到删除 另一篇文章 则是在迈入2024年的前一天 财新刊出2023中有一别 盘点离世的中外知名人物 其中 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照片 安排在首位 其他缅怀的人物 还有前美国国务卿 纪辛吉 揭露中国SARS真相的军医蒋燕勇等人 但是 这一缅怀文章随即也遭致删除 财新创办人 现任社长胡舒立的微薄 更遭到清空 上述的两篇文章 也许都触及到了官方如今的不合时宜 改革开放 一如波反当年的两个凡事 不容于现金的两个维护 尽管李克强是弱势总理 但作为一种不满现状的人民的总理的心灵寄托 也成为官方眼里容不下的伊丽莎 于是 中国一波又一波的加强言论管制 与思想钳制 犹如连一般 由胡舒立创办的财新 一向被视为中国感言的媒体 并且在当今氛围之下 仍抛出谏言 判官方能持续走实事求是 与解放思想的路线 制定开明务实的政策 但是在强人政治之下 如同以卵击石 在当前万马其音的现实中 既没了敢言的周末报 也没了敢闯的调查报道 财新成为孤独的自由声音 财新与胡舒立 他们被删文与清空 凸显中国政经环境的压抑 官方只容许一种声音 这一声音 尽管习近平仍不时将改革开放挂在口中 但最为重要的不是宣示经济走向的改革与开放 而是思想上的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Elofense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卫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托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谢谢大家